她年輕的時候不太瞭解我 妳就這樣嗎 妳沒有幹別的事情嗎 對 她沒有 她什麼都沒有 我們有的時候收了工 大家有的時候去打打麻將 有的時候她要去喝喝咖啡 然後大家再這樣 她是 她又開始了 她又開始了 她又開始再弄劇本了 然後又再去過代了 她說妳就這樣子嗎 妳人生就這樣子嗎 我說對 那妳不要去嗎 我說我不要 她當然是那個時候會有疑問 那個人久了以後妳就發現 她真的就是這樣 後來就發現 這麼乏味的人 不過說真的 就是說在我們那個年代 跟現在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剛才還在講說我其實有的時候 我這個人唯一的一點就是大炮 想到什麼我就要講什麼 妳想罵什麼 你說 我就講 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 其實觀眾朋友大家都是 就是說都看著我們一路走過來的 我們也是從自己不太成熟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訓練 我們要練 但是在我們那個年代是會不會 妳會才行 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妳敢不敢 妳只要敢 妳什麼不會都沒有關係 所以常常我們會發現 沒有嗓子的當歌星 沒有表情的當演員 沒有身材的當模特兒 沒有劇情的當連續劇 有劇情的竟然是新聞 妳講了這句話 好 以上這句話就是方方所言的 我所言 我沒有關係 我講的就是我講 台灣現在很喜歡告人 沒有關係 妳誰告我 我講的就是事實 而且要告的人 妳就自己對號入座 我沒有講妳 不是 這個真的是這樣子 你看很多現在就是 我們常常有的時候 被反問或幹嘛 就下面就是會打一個 藝人 芳芳 藝人 張小燕 可是問題是有很多現在 根本就什麼作品也沒有的 突然間這個人出來 他也叫藝人 這藝是什麼意思 奇藝的人 我們這所謂的藝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藝 是表示了一個才華 一個本事 現在什麼都叫藝人 但是我要講 對芳芳來講 她的一身本領 因為那個時候我對她 就知道她很敢演 就是演什麼像什麼 妳有兩個表演 所以我沒有跟妳一起表演 但我覺得有關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芙蓉在 在 在閻集街 在閻集街 那王偉忠就跟我說 小燕兒 小燕姐兒 我有個想個單元 叫做那個 中國小姐 這個裡頭 妳啊 我說我沒辦法 我不會演 我自己會知道 我說我真的沒 我覺得我一定演不過芳芳 她為什麼 我說 其實不是 真的… 我就跟她講 我說我這個人 我就沒辦法就這樣 對啊 對啊 我說我不像 就跟個性不一樣 我說芳芳就像 我說妳不信 妳去芳芳演一集 我去演一集 妳一定把我FIRE掉 不 其實偉忠那個時候 找我演那個連環炮的時候 她是要我演中國小姐 就是在前面好像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刺繡 其實根本不懂刺繡 然後今天這個 要跟所有的刺繡 還會扎到 就是這樣子 結果她 演她 爸爸我回來了 不是 後來她那個時候 原來跟我設計的 是我演中國小姐 然後介紹一個問題 然後找其他的演員來演 我就跟偉忠講 我說偉忠 如果妳找我來 是做這樣的演出 就沒有意思 我說妳如果找我的話 就是中國小姐是我 演這幾個人也是我 也是妳嗎 當然喔 結果後來偉忠講說 可是這樣怕妳太累 我說我不怕累 節目只要好不怕累 但是我覺得這個芳芳演戲 其實我跟她最大的不一樣 她真的有很多的嗜好 但是呢 又有一次呢 我覺得這個 就是妳去美國了有一陣子了 就有一天呢 賴神川又跟我聊天了 說有一個 我想女人說相聲 我說 女人說相聲 快快去找 找芳芳 這個芳芳 在哪兒啊 她能在哪兒 不是在大陸拍戲 就是在美國兒子家 就這兩個地方 如果她不在大的拍戲 就在兒子家 說服她兒子 就能把她弄來 妳看 妳真的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因為我那時候 我兒子跟我講說媽 妳真的妳不要 不要這麼辛苦了 我們現在都能賺錢 我們可以養活妳了 這個妳就不要那麼累了 然後說不要再去演戲了 那妳這麼累幹嘛呢 結果後來呢 賴神川一找到她呢 剛好我大兒子是她相聲迷 所以我大兒子就跟我講媽 真的 不要那麼累 賴神川導演喔 在這個作品都不錯 妳如果跟她兩個合作 妳一定 妳們一定可以有一個火花 妳這個比較輕鬆一點 妳去吧 結果輕鬆一點 我還要弄啊 其實傷了腦筋 弄完一回來 我跟我兒子講說孩子 但是我跟妳講啊 女人說相聲 真的是太難了一件事 很少就是像大陸 那麼多人說相聲 都很少有女人能說相聲 所以她一說相聲啊 把那一群都會說相聲的 說得一愣一愣的 叫台灣來來一個 這麼厲害的女人 叫瘋瘋 妳知道我是最糟糕的 不會背劇本 所以跟這個賴神川 我們那個時候 她也正好 她經常改劇本 貝伯也沒用 不是 我們就是大家 共同集體創作完了以後 她要整理 整理了以後呢 我每次都在現場睡覺 為什麼呢 因為她把東西整理好了以後 蕭艾跟鄧承惠 兩個人就開始已經對了 在拍了 然後我的本質不知道在哪裡 我就只有在旁邊就睡 然後最好笑的是 每次我睡覺了 賴神川還在看起來 可是妳知道嗎 還有兩個禮拜就要演了 我還沒看到劇本 我就跑進去跟賴神川 我說賴導演 還有兩個禮拜就要演了 我知道 我說我還沒劇本 沒關係 不急 你不急我急 不會 沒關係 沒問題 我說可是問題上台的人是我 是 我到時候有問題的時候 人家看的不是妳是我 不會 好 那我們明天出劇本 那個真的是 就是在真正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拿到那個本子 但是我覺得 像賴導演 妳就知道妳的那個 她知道妳那個深度寬度 能度和縮度 那她忽略了一點 演這個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是說 比較難度高一點就是 她一定要縮學逗唱都要有 對 我在裡面光是唱的戲曲 就有 這一點真的要厲害 來…我們來掌聲鼓勵一下 你知道 她又沒有去科班出身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妳會 會那麼多雜七雜八的戲曲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是表演人員 總有用到的時候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我曾經是配音員 那麼也因為當過配音員 所以在這個 連環炮中國小姐的時候 這個聲音的表情的運用 我就用上了 所以有練過 就真的不一樣 這個所有的戲曲 其實我們也沒有老師教 除了金句是跟張明福老師 有學過之外 其他的戲曲 其實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聽帶子 聽完了以後自己唱 錄出來聽一聽看 跟我聽的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會的不多 但是我一定把會的 都把它學金了 而且我為了要唱歌仔 為了要學歌仔戲 我去演歌仔戲 所以當年陸一龍還笑我 我跑去演小明明的 小明明的歌仔戲 小明明那時候跟我講說 黃黃 來演 我說可是我不會唱 沒關係 我說那你話少一點 唱得多一點沒關係 他說好啊 我說只演三集 那就去演了那三集 因為都是要自己唱 所以他就必須要教我唱 所以就教的時候就學了 所以就舉一反三 所以到後來的時候 甚至於唱歌仔戲唱到 我那時候跟楊麗花不認識 我跟許秀年那個 我們那時候為警察一演的時候 我們兩個先出場唱 然後唱完以後 介紹楊麗花上來 楊麗花當時在後台 還有點不高興 怎麼可以在台上 放她的錄音帶 後來人家講說 楊姐不是啊 那是芳芳學禮 唉唷 真可憐 她不可憐